2018年10月3日,Ferriday Future重视人贾越廷以SmartKin的名义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紧急技术,申请和紧急仲裁程序,以下简称FF,要求逐出SmartKin的大股东恒大。 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,该仲裁在15天之内,就必须做出决定。仲裁庭做出的指令和指示,可在香港强制执行。 国庆刚过,关于贾越廷县代办农副与神,在朋友圈疯传,一时间又成贾越廷城重视之地,纷纷口注必伐,现在此事刚告一段落。 要知道就在6月25日,许家艳控制下的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称,公司以67.4671港元收购香港市民公司100%股份,渐渐获得SmartKin自武的股份。 SmartKin全资持有新能源汽车公司Beraday FutureFF的核心人物就是乐视创始人,前董事长贾越廷。 也就是说不到半年的时间恒大健康8亿美金投资FF就此耗尽,如此之快低烧钱速度,令人扎舌。 众所周知,在新能源汽车中的领头羊,特斯拉就以烧钱注册。 数据显示,过去12个月,特斯拉的烧钱速度达到了每分钟大约8000美元5月2日,万人民币,每小时为48万美元。 这么来看新能源造车确实烧钱,连老牌车体尚且如此,更何况是一个急需资金周转的FF91呢? 当FF91提前消耗完了恒大先期支付的8亿美金万,交求恒大提前支付后资金,遭到拒绝。 从SMART,听提出的仲裁来看,在FF91号继先期资金以后,恒大并未提前向FF提供后市资金,结束至其他资本进入FF。 直接断了贾跃亭后路,此只直接导致贾跃亭,向香港提出仲裁。 我们先来看看贾跃亭这位常客,在此之前贾跃亭早已是宗室之地,更有下昭归国贾跃亭网络戏称。 2017年1月,在乐视深陷资金链危机时,贾跃亭的山西老乡,孙宏斌送来重金池源,决定150亿元投资乐视。 此后,孙宏斌一度还接过了乐视网董事长的大旗,亲自批挂上阵。 好景不长到了今年,孙宏斌开始承认投资乐视失败。 今年1月,他表示,人有时候要赶叫日月换新天,有时候也要愿度服输。 3月,孙宏斌辞任了视网董事长,直言乐视网是一个失败的投资,165亿都亏损。 集体为零了,这不是壮士断壁,而是断头,竟然稀释不已。 回过头来,贾跃亭早已把FF救药,当作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可谓成也FF,败也FF。 可是现在来看恒大就是在踢贾跃亭出局,恒大想把贾跃亭的最后一根稻草拿走,我想贾跃亭一定会问其反抗。 根据外媒报道,法拉第未来会注定失败,只因贾跃亭财务管理能力太糟糕。 或许对于一个初创公司FF来说,有一个更大的财主,更优秀的团队会更好一些。 但是对于创始人贾跃亭来说,自己耗尽半生打造的新生态,就轻易手可谓是冤天缺地了。 对于我们之关群众来说,仍希望FF91早日量产,或将成为中国的特斯拉。 至于FF91的控制权,在谁手中就有时间去选择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